我们的大米锅巴你可以在超市里去购买 你喜欢吃什么味型的 你就用什么味型的大米锅巴来制作它 那我们这个大米锅巴买回来以后 因为它已经有了这种麻辣鲜香的味道 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 还可以再往里添加一些你想要的味道 我们把大米锅巴首先用擀面棍把它擀碎 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大米锅巴呢 因为它已经做过脆化处理了 只要轻轻的一擀就会把它擀得粉碎 这么简单的一步操作大家学会了吗 好了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往里放一点辣椒粉 一般的我们做粉蒸肉呢 都会喜欢它有一点辣辣的味道 给它调匀它 盐呢 我基本上不建议大家再去加了 因为呢 这个锅巴当中啊 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 它已经放有盐 那么我们呢 就不要再去加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处理我们的五花肉了 既然要蒸肉 我们就要把这个肉呢 切得稍微的厚实一点 我们选用这种五花三层的五花肉啊 那么有肥有瘦 这样吃起来呢 才最好吃 而且呢 我们肥肉当中 种出来的猪油呢 会被我们的蒸肉粉吸收进去 这样子呢 它的味道就会更完美 我们把肉呢 我们把肉呢 切成大约三毫米厚的片 就是这样子 一片一片的 我们把肉切好以后呢 要给这个肉入一个简单的味道 来一点蛋液 糖 少来一点盐啊 我们的蒸肉粉当中是带有盐的啊 因为我们的锅巴呢 它是带盐的 然后呢 来一点酱油 给它稍微的上点颜色 那么味道加好了以后呢 我们要给它抓匀一下 这个时候抓的时候呢 就像给肉做按摩 那么你给它按摩的 更均匀一点呢 它最后呈现的味道呢 会更好吃 所以呢 要仔细把它揉匀 好了 然后呢 让它腌制大约有个 两三分钟的时间 利用这个时间呢 我们要把南瓜也切一切 今天我们用到中南瓜粉中肉的 南瓜呢 是用到了圆南瓜 因为这个南瓜呢 它的含水量比较低 然后它的绵软的冲度 比较的好 它成熟了以后呢 它是非常的绵密 基本上没有什么纤维感 特别适合于做 我们今天这个粉中肉 那么我们把南瓜的皮 和嚷给它掏空以后呢 给它直接切 这个半圆的片就可以了 这个南瓜的厚度呢 大约在五毫米左右 不要切得太薄 太薄了呢 就没有这个口感了 好了 我们呢 肉也腌得差不多了 那我们要把它和 这个中肉粉来裹匀 我们呢 拿起一片五花肉来 轻轻呢 在我们的中肉粉当中呢 按压一下 然后呢 让它裹匀中肉粉 然后呢 用一片南瓜 作为一个衬搭 放到它的下方 摆到盘子里去 那么用我这样一种方法呢 既简单又快捷 还省去了你去记忆菜谱 对吧 多么的方便呢 为什么不去这样子来做起来呢 那么用一个你喜欢吃的味道 就可以解决你一个大问题 对不对 只要你找到你喜欢吃的锅巴的味道 就可以了 而且呢 制作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 一片肉 一片南瓜 一片肉 一片南瓜 把它摆起来 那我们最后的一片已经做好了 我们把它放到盘子当中 那么装盘的工作呢 已经结束了 我们最后入锅之前啊 把你的粉中肉的粉 抓一小撮 均匀的撒到这个表面 可以增加它的味道啊 还有呢 就是成熟了以后 这些粉呢 会比较的吸味 吸油 然后呢 也会更好吃 嗯 好了 我们这个时候呢 蒸锅也已经沸腾了 嗯 有句老话不是说吗 不中馒头 中口气 我们中粉 中肉 也要这口气啊 一定要这个气 足了以后 我们再下锅啊 千万不要呢 锅还没开 我们就把肉放到锅里去了 这样子就中成了一锅酱了 那就很难吃了 啊 我们把这个南瓜呢 放到锅里来 大火的蒸制 大约呢 有12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肉就可以重熟了 12分钟的时间 说话就到了 我们的粉中肉已经蒸好了 那我们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 哇 我们的南瓜呢 和五花肉完全地融为了一体 那么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好不好 嗯 南瓜非常的软糯 而且那肉一咬就断 一点也没有那种油油的感觉 嗯 加上我们自己制作了这个蒸肉粉 哇 好好吃哦 好好吃哦 大家学会了吗 这就是记忆当中妈妈的味道 明天啊 有油的感觉 是